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东旺西风》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自由引导人民,从一经变化看革命浪潮 2.呐喊,从禅宗空灵探索表达主义之声 3.十岁者,从农历节气感悟田园诗意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自由引导人民 从一经变化看革命浪潮 好吧,同学们,请坐好 今天我们要聊一聊那幅著名的画作 自由引导人民和古老的,一经之间的有趣联系 首先,让我们穿越时空回到1830年的法国 那是一段动荡的岁月 正如一经所说,亦有太极,是生两仪 在变革的浪潮中,总是充满了对立与统一的哲学思想 自由引导人民是由法国画家欧人德拉克罗瓦创作的 描绘了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中的一个场景 在画中,自由女神手持三色旗 象征着自由、平等、博爱 引领着人民冲破就秩序的枷锁,迈向新生 这幅画作不仅捕捉了革命的热情和混乱 也体现了变革的必然性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转向一经 一经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占卜哲学书籍 它认为世界是由阴阳两种基本力量组成的 并且这两种力量在不断的变化中相互作用 在一经的思想中,变化是宇宙的根本特征 而且每一次变化都蕴含着新的可能性 那么,如果我们将自由引导人民和一经的变化哲学放在一起考虑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有趣的相似之处 革命,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一经的哲学中 都是一种打破就秩序,创造新秩序的力量 正如一经中的前卫天卦象 代表着创造力和积极的行动 自由女神在画中的形象也是一种强大的创造力量 它引导人民走向新的未来 但是,同学们,别忘了 一经也提醒我们 每一次变化都有其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就像在画中 自由女神背后的人群 有的是英勇的战士 有的是无辜的旁观者 甚至有的是倒在血泊中的牺牲者 这提醒我们 革命的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 它充满了牺牲和挑战 最后,让我们以一点幽默结束今天的课程 想象一下,如果《易经》的作者和德拉克罗瓦能够一起喝杯咖啡 他们可能会互相点头 认同变化和革命的必然性 同时也许会感叹 不管是用画笔还是用挂像 描述这个世界的复杂性和美丽 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好了,下课领响了 记得下次课我们将探讨 新业与《道德经》的神秘联系不见不散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呐喊》 从禅宗空灵探索表达主义之声 各位同学,朋友们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部文学史上的奇葩 鲁迅的《呐喊》 这本书,它不仅仅是一本书 它是一声怒吼 是一次文化的觉醒 是一种精神的解放 但在这之前 我们得先聊聊禅宗 因为理解了禅宗的空灵 我们才能更好地领会 《呐喊》中的表达主义之声 禅宗,一个让人头大的东西 它告诉你一画一世界 一夜一菩提 让你不立文字,较外别传 简而言之 就是让你别太执着于表面的文字和形式 要去体会那种无法言说的真理 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 艺术家们追求的那种 超越现实的表达 没错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呐喊》要表达的东西 《呐喊》 这本书,它的名字就很有意思 你想啊 书是不会呐喊的 书是静静躺在那里的 但鲁迅先生他不按套路出牌 他要让书呐喊 让文字跳起舞来 这本书收录了鲁迅先生 1918年至1922年间的短篇小说 包括著名的《狂人日记》 《阿Q正传》等等 每一个故事都像是一记重拳 砸向那个旧社会的腐朽和无知 《狂人日记》里的主人公觉得 周围的人都在密谋吃它 这种荒诞的想法 其实是对封建礼教的一种讽刺 它的疯狂 就像是禅宗中那种超脱现实的空灵 但它的空灵不是为了领悟什么佛理 而是为了揭露现实的荒谬 再比如 阿Q正传 阿Q这个人物 他的精神胜利法 他的自我安慰 他的无知和懦弱 都是鲁迅先生用来讽刺 那个时代的中国人的 阿Q的悲剧 就是整个社会的悲剧 这种讽刺和批判 就是鲁迅先生的表达主义之声 所以说 《呐喊》这本书 它不仅仅是一本书 它是一种精神的呐喊 是一种文化的觉醒 它告诉我们 要敢于面对现实 敢于揭露真相 即使这个真相 是如此的荒谬和痛苦 这种精神 就像是禅宗中那种 超越现实的空灵 但它又不是空无一物 它是充满力量和希望的 最后 我想说的是 读呐喊 就像是在做一次精神的修行 你可能会觉得痛苦 会觉得迷茫 但当你真正理解了 其中的意义 你就会发现 这不仅仅是一本书 这是一种生活的态度 是一种对抗压迫 追求自由的勇气 所以 同学们 让我们一起呐喊吧 用我们的声音 去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十岁者 从农历节气 感悟田园诗意 各位听众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 那幅让人看了 就想戴上草帽 手拿镰刀的名画 十岁者 这幅画作由法国画家让弗朗索瓦 米勒于1857年创作 他描绘了三位农妇 在麦田中 拾取一落的麦穗的情景 这不仅是一幅画 更是一首无声的田园诗 让人在观赏时 不禁想起那些古老的农历节气 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农事活动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农历节气 在古代中国 农历节气是农业生产的时间表 它将一年分为24个节气 每个节气都有其独特的农事活动 比如说 历春时播种希望 小满石脉岁见风 而到了秋分 则是收获的季节 十岁者中的场景 若放在中国的农历节气中 大概就是处于白露或秋分之际 当收割的镰刀挥舞过后 留下了些许一落的脉岁 给那些贫穷的十岁者 这幅画不仅捕捉了农民辛勤劳作的一瞬 还巧妙地融入了对社会底层的同情 米勒的画笔下 十岁者的姿态显得格外辛劳 做出一种坚毅和尊严 这幅画让人想起了圣经中的故事 提醒人们在收割时 要留下一些 卖遂给那些需要的人 这不仅是一种慈善 也是一种对自然恩赐的谦卑感激 现在 让我们以幽默的方式来想象一下 如果十岁者中的人物活在今天 他们可能会怎么做呢 他们可能会在微信群里发个定位 召集更多的十岁者一起行动 或者他们会用手机拍下麦田的美景 发到朋友圈 配上一句今日份十岁 然后用十道的麦穗 做成手工面包 发涂晒成果 当然 他们也可能会关注 气象预报APP 选择在最凉爽的时候 出门十岁 以避免中暑 不过 回到现实 我们知道 十岁者所描绘的 是一个远离现代科技的年代 一个人们与自然和谐共处 依靠天地间的节气 来安排农事的时代 这幅话提醒我们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 勤劳与谦卑的精神 以及对自然的敬畏之心 永远不会过失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 十岁者 这幅画石 不妨想一想 这些辛勤的十岁者 和古老的农历节气 是如何在我们的心中 拨下了一颗 田园诗意的种子 而这颗种子 随着时间的流逝 也许会在你的心田中 开出一朵丰收的花朵 同学们 今天我们通过分析 自由引导人民 呐喊和十岁者 这三幅作品 不仅了解了 艺术作品的背后意义 也领略到了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 思想和价值观 这些作品 都是有着深刻内涵的 他们通过艺术形式 传递了作者的观点和情感 也激发了观众的思考和共鸣 从已经变化 到革命浪潮 我们看到了变革的 必然性和复杂性 从禅宗空灵道 表达主义之声 我们领略到了 艺术家对现实的批判和追求 从农历节气 到田园诗意 我们感受到了 自然和人的和谐共生 这些作品 都在不同的层面上 反映了人类思想 社会现实 和自然界的复杂性和美妙 所以 同学们 我想告诉你们 艺术无处不在 它是我们思考 和探索世界的重要途径之一 无论是画作 文学作品 还是音乐 它们都是人类智慧 和创造力的结晶 也是我们与过去 和未来交流的桥梁 当我们欣赏 艺术作品时 不妨思考一下 作者的用意和表达方式 从中汲取灵感和智慧 让艺术成为 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最后 我想邀请大家 参与讨论和提问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 对于这些作品的分析和观点 你们有什么不同的看法 或者你们还有其他感兴趣的艺术作品 想要分享 让我们一起探索艺术的奥秘 一起享受思考和交流的乐趣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